Hello,我是Soul Journey Human Design的Tracy Gold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來自我第一個客戶 上當年我第一個客戶找我做過個人諮詢的第二天 他就主動在Facebook那裡訊息我 他說Tracy,我決定了以後都不再去看心理醫生 原來客戶找我做過個人諮詢之前的那一兩年 他也有繼續去看心理醫生 而當他找我做過個人諮詢的時候 他知道原來他天生的設計 他的情緒能量中心是空白的 而情緒能量中心空白的人 他們很容易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緒 也很容易把其他人的情緒當成自己 而這個發現令他明白 原來他這兩年一直都在拿著其他人的情緒問題 當成自己的情緒問題 然後找心理醫生去解決 然後他也有跟我分享 當他上班的時候 他也發現原來當他在情況許可之下 他遠離一下他平時的同事 他發現只不過是5至10分鐘的時間 很多他平時上班的時候 會感受到的情緒 都慢慢地消失了 其實這個故事 我偶爾都會跟我客戶分享 最近有一個客戶 他就跟我說 他說Tracy 我已經做了超過10年的內心 但是他仍然在 自我價值那方面 是很低的 以及也有很多情緒困擾 那他本身的設計 不單是情緒能量中心是空白 他總共是有6個空白的情緒能量中心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其實你6個的空白情緒能量中心 代表了 就是 很多時候你感受到的事情 你在想的事情 或者你的焦慮壓力 很多時候可能都是來自於其他人 因為本身你天生是很敏感的 你是很容易會感受到其他人的情緒焦慮 那所以 下一次當你打算開始做Innerwork之前 或者可以嘗試一個方法就是 遠離一下你平時經常性接觸到的同事 或者是家人 那當你在獨處的時間 可能你會發現 很多你以為需要處理的情緒問題 是自行會消失 那他聽完我說之後 他突然之間好像叮一聲 跟著跟我說 他說 如果這樣說的話 那就是他從小到大 這麼多年來的情緒感受 其實可能他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處理 也不需要做任何Innerwork 我說 其實是的 希望聽到這段錄音的 你也對你有所啟發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Human Design有興趣 想做個人諮詢的話 歡迎你WhatsApp我 那來近11月尾 第三屆的Human Design證書課程會開始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都歡迎WhatsApp告訴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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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